这里是四川成都大一县赫明镇 我现在的位置是在赫明山 这里是中国道教的发源地 多次听说今天也是第一次来到这里 这座石牌坊进去 通过那座桥过去 那边就是赫明山 道教明山 赫明山道观就在赫明山 衣衫 傍水 历代 许多著名的道士都曾在这里来修炼 一些皇帝也曾到这里来祭祖 所以赫明山充满了神秘 也让很多人对这里很是好奇 在进景区的路旁 这边有一块石碑 是赫明山道教遗址的石碑 赫明山属于明山山脉 海拔约一千米左右 与它相邻的山也是一些明山 向北边的约三十公里的地方就是青城山 西边大概十公里左右就是乌中山 南边大概一百二十公里左右就是俄眉山 现在我们看到的这座三重阁楼 这里是银仙阁 银仙阁建于明朝 是明成祖朱蒂 听说张三丰在赫明山修道 就派人来这里离请张三丰 但张三丰避而不见 也未见其踪影 所以来这里请的人 就在这里修建了一座银仙阁 以期望能在某一天 遇见张三丰 这里的环境很美 山环水暴 松白深深 古代寺庙道观的玄置是很讲究的 是古代建南四大名山之一 于道教著名圣地青城山天师洞 相距只有三十公里左右 现在我们来到景区的第二重殿宇 这里叫窦姆殿 殿宇都是依山而建 一层比一层高 据历史资料记载和考证 东汉时期张陵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张道陵 来到了大一县的赫明山修道 畅道正依蒙威之道 也就是俗称的五斗米道 也称为天师道 奉老子为教主 依道德经为主要的经典 这标志着道教的正式成立 赫明山是举世公认的 中国道教发源地 世界道教的朝圣地 故而这里被称为 道国先都道教祖庭 现在我们来到了第三重殿宇 殿宇于四周的植被 周边的环境很是融合 养生之道 天然养疤 一杯清茶 在这里还有一间茶园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威之道 在张道林创建之前 赫明山一直是艺人的修炼之地 这里的殿宇居高临下 气势恢弘 再往上面是天师殿 赫明山古树众多 在这里面有一颗七百多年的古白 据说这颗古白是明朝张三丰在这里修道的时候 亲手所指 这颗古白太粗了 至少要五六个人才能围得住 站在下面还望不到上面要垂直才能望上去 我们看这个树太高了 树冠也是非常庞大 在这颗古白的旁边 还有两颗一百多年以上的那个珍兰树 赫明山道观里面 我们不进去拍 主要就是看赫明山的风景 延山而上 亭格也是挺多的 这里的道路和建筑不刻意 现在我们来到的这种殿雨叫天师殿 从这里望下去 下面的殿雨停格若隐若现 天师殿的前面有一口井 这口井叫神泉 这里有水瓢 很多游客来这里自行取水 饮水 赫明山象征土 现在我们来到的这里是玉皇冠 是道观里面最后的一重殿雨 赫明山在明代被嘉靖皇帝预定为全国性 启天永命大教的五大教堂之一 赫明山左右群山环抱 远山重重叠叠 好似朝圣一般 所以这里又被称为朝山 玉皇冠现在这里面在维修 没有对外开放 从这个位置看 太有气势了 赫明山被称为道教发源地 在文物方面也有佐证 在这里的天国洞就曾发掘出了一桶骨碑 骨碑的材质是石中乳 表面呈蜂窝状 硬度极强 碑上 捐刻有创始人张灵的名字 张辅汉 张道林和张三丰 都曾在那个洞里面修道 好 这个视频就介绍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